明镜推荐 明镜为您推荐 明镜电视节目惊讶 敬请锁定 美国是三权分立实施的最好的国家 这也是美国长盛不衰的原因 我们都看到美国国力旺盛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 美国的企业制度也很强大 美国的企业制度里面 也体现着三权分立的思想 权力的制衡 因为出资人 出资设立的公司 有职业经理人去操作 如果不对职业经理人进行有限的 有效的监控 这些经理人啊 就可能 这个摊赃亡法 企业发生的故事和国家发生的故事是一样的 所以美国很注重对公司的权力的分配和监督 这就叫做公司的治理 美国研究公司治理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他对公司的这种监督 错误 这个日本和德国呢 不太强调外部监督 他们更强调的是内部监督 就是自己的大股东直接进入董事会 坐在董事会的会议室 盯着每一个股东的表现 盯着每一个执行层的这种决策 然后看 所以美国和日德的管理 这个监督体系啊 或者公司治理结构啊 略微有不同 这呢是专门研究公司治理的这些专家啊 他去做的 经常跟你说的一句话 就是怎么样揭开公司的面纱 感谢观看